大家好,我們今天要到南投鹿港兩天一夜 去南投看花旗木,隔天再到鹿港吃6家 鹿港老街美食,GO! 欸,大家好,我們現在要來到濟南大學 這是念擠還是擠啊? 應該是擠 對,擠南大學,然後這邊花旗木超漂亮 這是我們此行來的目的之一 然後本來想要去彰化,但我們行程上有點來不及了 不過來到這邊我覺得非常好棒 你看它現在整個草皮這樣很漂亮 然後到處都是這個花旗木 很棒欸 哇,有沒有很漂亮 這裡有沒有很漂亮 可以跑跑跑了 喔,來到這邊就是很漂亮 因為重點是我們有時候去的是 它可能旁邊停很多車 這邊竟然沒什麼人知道欸 然後旁邊的大草皮,而且很多 就是媽媽或是爸爸媽媽就帶小孩 就是野餐店就野餐起來了欸 然後帳戶也搭起來 對啊,而且還有小朋友在那邊騎腳踏車 很棒欸 然後今天學生都不在這邊 好玩的是 剛剛我們就是在下面那個轉角而已 然後問大家說 請問你知道花旗木在哪嗎 她說 對啊,大學裡面有花旗木 有嗎? 我們剛剛問一個大姐 然後她就 她很厲害,她說 喔,彰化二水 然後你去那邊玩 然後那邊有花旗木 然後花旗木 旁邊又有什麼什麼 她跟我們講好幾個秘境 然後她這個 在她指使之間 她竟然不知道 這樣子 她一次有幫我們安排好了 可是就轉個腳上來 就這一片欸 對,而且是剛剛 就是我們在路上碰到的人 因為我們問她說 花旗木 她說,欸你們怎麼沒有轉上去 然後結果我們才又跑回來 還好,不然我們差一點就 就繼續往下走了 對啊對啊,因為我們今天本來 覺得去二水有點趕 因為去飯店有點晚了 然後想要休息這樣子 好啦,我們等一下帶大家參觀一下這邊 媽媽,我解開了 好啦,我們現在就來到這邊 這邊櫻花真的蠻多的 那聽說也是剛盛開 所以大概這個禮拜就差不多 也不會 因為泰國 這種櫻花叫泰國櫻花啦 就是人家說 呃,泰國櫻花 因為它在印度跟那種 越南啊 還是泰國啊 是特別多的這樣子 它的花期比較長一點 因為我一般我們櫻花 大概就是差不多 開花之後 到滿開差不多一個兩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十天左右 然後再一個禮拜 就會全部掉光 一陣風喔 對,可是這個滿開之後 它大概有四十五天左右的時間 這樣子 所以蠻長的 然後就是因為它的花瓣比較多 所以 它被打掉的那個機會比較少 這樣 所以它那個花期就可以比較久 可是啊,因為這種時期 它 天氣相對也是比較穩定 所以你要配 看到那個花 然後配上藍天的機會 也會比較多 好,基本上我覺得這邊急推 我覺得下禮拜還可以來 那我們今天是四月幾號 十六號 對,所以到二十幾號 我覺得應該還可以 可能甚至再久一點 還會有 只是說可能會比較萎縮一點 這樣子 然後我們接下來幾天呢 可能就會去彰化一些景點這樣子 然後就看我們去一些什麼地方 然後再拍給大家 我就把它做成一集好了 雖然說不是說很急重的去運 因為我是有難投 但我主要要去彰化啊什麼的 因為我想要去逛鹿港老街 其實啊 櫻花 這種花 對於秋太來說是比較漂亮的 他覺得 我們去日本賞音賞那麼多次了 說真的我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因為它 真的就是開的比較髒狂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隱晦 所以你隨便拍這個都很漂亮 對,而且它很像一個尾巴 什麼九尾狐的尾巴 這樣粉紅色的這樣子 而且它的粉紅色很有層次 它不是只有用顏色 對 我不是要問爸爸 我們覺得回去 還有來到飯店 我本來今天本來想要去 當化的花旗木的二水那邊 但是發現時間不太夠了 然後老人家小孩體力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們想說 明天我們就去逛一些地方 然後順便做成一集這樣子 那當然我另外會拍這間飯店 因為這間飯店非常的新 然後想說把它拍下來給大家 比較詳細 所以會做成另外一集 我們出來旅行呢 都會習慣戴自己的牙刷 可是有時候 出來旅行很多天啊 你的牙刷難免就是 會碰到還要再收進行李 然後之後再拿出來用的狀況 那你的牙刷就會濕濕的 就會很怕說 萬一那個會臭臭的啊 會長細菌的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東西 就非常好用了 我們完全不用按任何的按鈕 只要把這個蓋子合上 它就會自動開始運作了 然後呢 它乾的聲音呢 非常非常的小聲 你拿在手上只有一種 微微的震動感 一點點的風聲而已 其實非常的安靜 在我這邊我是完全聽不到的 你把它拿麥克風收一下這個聲音 很近很近可能才收得到 我現在是完全聽不到 好我們現在換飯店的牙刷來試試看 因為呢它這個地方啊 它是用橡膠 來做就是卡住 一個卡榫 那所以呢它不太挑牙刷 直接就放進去也可以 這樣子 好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現在是否在運作 如果有運作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孔洞呢 看出它在閃光 那如果你想要它在運作中 停止的話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電源鍵按下去 好它就會關閉了 我們回到淡水的家啦 大家都知道淡水很潮濕 所以我們家的牙刷太壞率超高的 因為它很常發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們一樣的經驗 常常看到牙刷上面黑黑的 刷起牙來就怕怕的 這個時候如果你有一台 R-Link紫外線牙刷消毒烘乾機 就可以幫你解決 牙刷發霉的問題 這一台烘乾機很簡單 只有兩個模式而已 首先第一個模式就是A模式 出外旅行最好用的 所謂的A模式就是 紫外線殺菌加風乾 那你蓋起來的時候發現 這個紫燈的時候 就是紫外線在發揮它的作用啊 它運作三分鐘之後就會自動停止的啊 好第二個模式就是B模式啊 就是我們常在家使用的模式 好我們現在來把它接了電之後 再把它掛上去看看 欸跟大家講一下 這樣子到底多了什麼功能 它會多一個加熱的功能 然後呢它會持續運暖一個小時 這樣子你的細菌就會被殺得更徹底一點 所以我覺得啊這個東西啊 對我們生活在這麼潮濕的地方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居家必備的用品 好啦我們現在到房間裡面來 因為那個廁所太吵了 然後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之前的牙刷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把淘汰牙刷 來當一些刷洗的用具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裡面喔 你看這裡面就非常的黑 然後這個就是有使用過的 我們就是希望它盡量不要是這個狀態這樣子 因為這個用起來超不安心的 放到嘴裡很噁心 大家比較一下這個跟這個 你看背面這就是沒有用過的 以前的然後這個就是有用過的 而且啊我們家的小孩常常生病 人家說病從恐怖嘛 所以希望使用了這個之後 可以減少一些細菌 把握到他們嘴巴裡面的機會 簡單介紹裡面的配件有 烘乾機跟掛架貼 USB對Type-C充電線一條 說明書一份 外型小巧好攜帶 出外旅行家用都很適合喔 簡單說呢就是要有 烘乾功能的牙刷醬 才能讓牙刷避免發霉 然後呢紙外型可以幫我們消毒殺菌 這兩指缺一不可 然後我們自己出去旅行的時候 都會帶自己的電動牙刷出去 然後它因為很小一個 而且重量才70顆 所以如果你想要放在口袋裡面 或者是你把它拿出來 把它放在袋子的前面 都不是很佔面積的 其實我們更推薦插電狀態的烘乾功能 那像我們平常旅行的時候 不是都要充手機嗎 所以只要使用手機的充電配件 我們就可以在旅行的狀態下 完整的去使用這個 亞洲烘乾機的功能囉 就是順便帶一下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你只要把蓋子合上 它就開始運作了 完全不需要任何按鈕 非常符合人性 就像它很常忘東忘西的 有嗎 有 為什麼我忘東忘西跟這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可能蓋子蓋起來之後就忘記按啟動按鈕 那它不用按那個按鈕蓋子蓋起來就啟動啦 哦原來是這樣啊 好啊如果你跟我們有一樣的疑慮的話 你就可以嘗試的使用這個 阿LINK 紫外線消毒烘乾機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鹿港天后宮 然後我們來逛鹿港老街 那為什麼來逛鹿港老街呢 因為我們就有網路上有看到人家說 全台最厲害的老街票選 紅板想說應該淡水大概 無誤了 對對對 結果沒想到最厲害的兩個其中之一 竟然是鹿港老街 對然後第二名也不是淡水這樣子 我們就想說抱著一種朝聖的心態來 好啦我們今天是平日來 然後因為網友都說 很多在地人都推薦 鹿港老街是要平日逛會更好 雖然說有很多店不會開 可是我覺得舒服是最重要的 我們走吧 好啦我們現在來吃第一間這個素豬育丸 育丸 先來買一顆吃吃看 好 喔開吃 我剛剛買了之後看到別人就走過來 經過就說欸這個超好吃的趕快來吃這個 欸好吃耶 對啊對啊 它很Q很Q 然後它加的醬油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我吃一口 它很鹹啊 醬油沒有很鹹 然後微微的辣很香 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吃 一口下去 就四個字 真材實料 我就是 都是料然後 肉啊又是肉 然後它 東西很多 而且就是很實的東西這樣子 不會讓你覺得很飽附感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耶 這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口感 好像有吃過這樣的東西 但是 跟我想像中的味道 跟我想像中的口感是不太一樣的 這一顆30塊 裡面的肉很紮實 然後芋頭就很多這樣子 很香 對整個就是基本上芋頭跟肉塊這樣子 油蔥的味道 然後那個芋頭很Q很Q這樣子 好吃推推經過要買 鹿港這邊真的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決定要租腳踏車 然後這邊有 到處都有這一個牌子的 但是就是大家自己想辦法 就是用APP去租這樣子 然後騎車比較方便 好前面有個籃子可以放包包 然後這邊可以 放手機可以導航 好啦 啊 好啦我們來到這一間叫做廟口肉丸 那其實來到髒話不吃肉丸 很可惜 但是我不想吃油泡那種 我想要吃脆皮的 所以我就隨便找一家 看起來還不錯 我相信這種地方應該怎麼吃都好吃這樣子 廟口肉丸 這就是我們點的脆皮吧 哇 剛剛他在剪的時候 烤烤烤的超好吃的樣子 超好吃的 我們來吃 很夠香 真的趕快來吃趕快吃 好我先吃因為我不怕燙 然後哇 你這樣子剝開就很好吃 因為我以前吃過脆皮吧 哇 哇 我弄到聲音一聽 超讚的 我跟你講 脆皮吧 很特別耶 怎樣 我跟你講 我現在吃到它的醬 它醬有那個花生醬的味道 很香耶 超好吃的耶 我以前吃過那個 台中的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 目前第一口比那個更好吃 因為它炸過這個皮 裡面變得更柔軟 這樣子 而且它裡面的料非常的扎實 好吃耶 隨便找一間這麼好吃 但是它其實是名店 我也不知道 酒台來吃吃看 不會很燙不會很燙 是不是很好吃 好吃對不對 它是一種很柔和的花生醬 不是那種給你很濃厚龜鉤的那種 對對對 然後加上一點點微甜微甜的醬油這樣子 對然後它醬是融在一起的 其實還蠻清爽的 對 其實我們吃到的肉丸都沒有這種醬 味道不一樣 它完全是自己調的 肯定自己調的 然後那個肉丸裡面的那個皮 就是特別的柔軟 然後外面很脆這樣 很酥好吃啊 甚至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醬油裡面有一點微微中藥香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好 這一碗是我們點的 叫做麵喉米糕 它特別就是這個東西應該叫米糕這樣子 很特別 我第一次吃過 沒吃過 現在它還沒吃過 好 我們剛剛就點菜的時候 看到菜單上面很特別 有寫一個麵喉 然後什麼叫麵喉啊 這輩子都沒有聽過 然後老闆說 它就是很像麵疙瘩的東西 但是是做成甜湯 對 這是冰的喔 對超讚的 等一下來吃吃看 我跟你講這一碗40塊 它超級 它完全沒有冰喔 我們已經吃了好幾口 它裡面 哇撈出來全部整口都是料 超多料的 不愧是鹿港 這東西真的很特別 如果你很喜歡那種超級古早味的話 它超級無敵的古早味 其實它這個 不是完全的麵粉 我覺得它有裹一點點像那種什麼 薯粉之類的 是這樣嗎 還是有點像 是有點像圓的口感 喔 是這樣 我跟你講我吃起來 我就覺得它一定是像麵疙瘩而已 真的喔 我覺得很新奇很特別 很好吃 我不太確定是如果我講這樣 可能不是 但是 它就是麵疙瘩我覺得 因為它很Q 很Q啦 因為你放冰了嘛 對它比那種熱的麵疙瘩 還要Q很多很多 而且它沒有那種澱粉味 它在這個甜湯裡面超搭的 嗯 這個推 這個也超推 我覺得我會在訪這個 然後因為今天天氣太熱 我們請老闆幫我們加一點冰 這是一個熱的 我不像台人 我跟他買這個 我做浮板的 太熱沒辦法 那老闆說這個啊 麵喉啊 是現煮的 然後丟下去它就會 冰就會 也會一起融這樣子 所以 就是大家 要加冰可以加一下 沒辦法第一時間加冰 那麵線有沒有 嗯 麵線有沒有多少 哇現在在放肉喔 已經知道它 秘密是什麼了 我跟你講我們剛剛吃的那個肉丸 超好吃 然後那個麵喉也超厲害 而且 炸的肉丸在鹿港 還有那個麵喉在鹿港 也就只有這間有而已 好啦我們第三間要來吃這間 王王的麵線壺 哇這是我們點的麵線壺 超級名店 來吃吃看 超級名店超級名店 評價有五千多顆還有四點多分 我先跟你講這個麵線出戲不一樣 就是一定是手工麵線 我很懷疑說 到底麵線跟麵線 蚵仔麵線有什麼差別 其實 基本上是一種一樣的東西 但它麵線狗 就是比較 糊一點這樣子 會有觀眾來反駁你 對 可是我跟你講我們吃這樣子 就是更能夠吃它那個麵線 單純的味道 有時候我們吃那些蚵仔麵線 就是吃它那個料 對不對 那料如果太多的時候 就 反而忽略它那個麵線本身的香氣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香氣當然就是非常的讚 它的湯裡面有這個 蝦米 對 其實我跟你講麵線裡面也會有 都會有 我以前做麵線我也會放 我老實跟你說 它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可是它就是那一種我們說 你什麼人都可以吃 然後吃大家都會覺得不錯的那一種 這種東西才會成為我們那種 其實它很清甜欸 然後它的那個湯就是 就是有一點甜味 它那個甜味跟台北的那種 就是什麼台語的甜又不太一樣 對 它這不是台語的那種甜 對 真的沒有吃過 對 好吃好吃 然後裡面用的就是很像 類似像肉羹的東西這樣 其實蠻像肉羹湯版 然後加麵線 對對對 這一碗才30塊 我們真的很鬆欸 這種東西我們真的沒吃過 對 我好像以前吃過 但是唯一把它當成是 這是麵線這樣子 它這個應該算是肉羹的東西啊 就是算是很柔軟好吃的 對 然後這邊啊 人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那我們剛剛 紅桌的客人 他說他是從台中來的 他就是到處 就是也是來 也是都吃這一間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符合當地人口味 都是大家喜歡的這樣子 他們說陸港人啊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間麵線粉 如果五個人會得到五家不一樣的答案 好我們吃第幾家 第三家 好我們來吃 就隔壁而已 陸港肉羹泉 你看 睡意超好 上拍 這是我們點的魷魚肉羹湯 哇 滿滿一整碗都是魷魚肉羹欸 東西料也超多的 這是單點的炸豬皮10塊錢而已喔 好啦我們要開吃啦 哇超多東西的 然後他肉羹跟魷魚是分開來的 然後湯的顏色是屬於很輕很輕的那一種 但是他也是很有勾芡的感覺 先來吃吃看 那這裡面也有那個豬油豬皮 然後我自己還有加一份豬皮 我們剛剛喝了這個湯啊 他看起來滿像澆水的 吃起來是滿清甜的對不對 然後是乾淨的那種肉羹湯 其實我們最近有吃到好吃的肉羹湯 湯都是屬於乾淨型的這樣子 蠻特別的然後這個裡面的料很多 來吃吃看這個肉羹 很甜 他的那個魚漿非常的鮮甜 好你吃這個好了 對 因為小吃類的他其實不是很常吃 很脆欸 很脆口對 好我簡單的來講一下這間店啊 他也沒有什麼讓你有什麼覺得有多特別的地方 可是我跟你講 整碗的味道非常的簡單單純 可是這種東西往往就是最好吃的那一種 最耐吃的 而且我覺得吃起來完全不會膩頭 也不會太鹹這樣子 是很乾淨很舒服的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蠻常吃的那一種 然後這一塊的應該就是我們的豬皮 我們吃吃看嗎 我覺得很像油條欸 對啊因為豬皮就是像油條 完全吃不到那個皮啊 豬皮就是像油條 好滴乳坡嘛 因為秋泰他吃這個會怕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種東西啊 會有疑慮就先不要點好了這樣子 啊我是喜歡的我覺得 好吃尤其是泡在這個湯汁裡面 哇特別的爽快 很奇怪我滷那個豬皮啊 滷那個肥肉我都ok 可是這個我不行 喔好好吃喔 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覺得難吃欸 不是覺得難吃 是有一點 某一種質地會讓我覺得 有你不喜歡的元素 對對對 嗯 好啦接下來我在我停車場的附近啊 找的一間 評價還蠻高的那個牛舌餅喔 帶一點在車上吃 因為我們時間也不太夠 所以我們就是吃了這四家 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 好我先來買這間 其風軒的牛舌餅 買一包回家吃吃看 喔來車上吃吧 牛舌餅喔 對啊對啊 我是看他評價蠻高的 因為我們剛剛停車場蠻近 我就先買一個了 喔 我剛剛在看他那邊煎啊 超香的啊 現煎的 對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他 我看他現在就有在煎 然後拿這一包給我的啊 嗯 吃吃看 吃看 感覺蠻脆香的啊 感覺蠻脆香的啊 很香 不是脆的那一種 是 嗯 酥 對 有點粉粉的麵粉的那種 香 然後裡面的麥芽很甜 也是香 嗯嗯嗯 因為牛舌餅這個就是 我覺得也是屬於 因為它很多家 所以大家又會有用戶子 然後我就是 我們找究竟就好了 嗯 也是應該蠻好吃的對不對 好吃 我吃了一下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覺得真的是 隨便買一間 平價高的真的是都不錯 果然真的 我覺得可能應該 因為我看到有人說 他是口袋名單 平單裡面 他自己的口袋名單 然後每次來他都買這一間 那我猜應該別間 也會是這樣這樣子的啊 嗯 不過這東西我覺得 像他現烤的那時候 一定是最好吃 因為超香 而且超酥香的那種感覺 你看到他碰碰的樣子 就會很想吃 那個麥芽 如果你在加熱的話 他的那個香味會更突出 所以你可以買回家加熱 自己烤一下 嗯 老陳鮮肉包 哇 這家包子的品項很特別 我們來嘗試看看好了 好啦 我們來開吃這個包子啦 嗯 這好像也是類似像老麵去揉的 我們來試試看喔 好 你剛剛說他 蠻特別的是什麼地方 嗯 他有 海鮮干貝口味 嗯 然後還有一個是蓮子包 那蓮子包裡面是高麗菜 然後加蓮子 哦 對於我們來吧 我們來說算是很特別 而且重點是 你知道那個海鮮干貝包 你光聽到這個名字很威吧 多少錢你知道嗎 多少錢 25塊 真的假的 可是我剛剛看評論人家說 很貴了 怎麼漲價了 漲20塊然後 對的確我們那邊還是有18塊的 他是不大顆啦 可是你光聽到那個名字 對 要試試看才知道 好好好 好開始 唉唷行喔行喔 來吃吃看 拍一下它裡面 它裡面的內餡啊 屬於味道還蠻重的 看起來白白的 事實上 味道還蠻重的 然後它的瘦肉的部分 跟那個油脂啊 油脂是分開來的 它是有點像 把油脂 一顆一顆的放上去 然後跟肉的部分 再混在一起去搭的 不是說整塊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吃起來的話 就看你的運氣 有時候如果你不喜歡吃油 剛好吃到油的話 你就覺得很恐怖這樣子 如果是 喜歡吃油 你就覺得哇好爽喔 這樣子 對這我覺得很看人 所以難怪它評價就會變成說 很兩級 很兩級這樣子 但是是好吃的 它的口味是 好吃的這樣子 然後皮也是夠好吃的 然後這海鮮干貝包 我們打開來看 喔有看到干貝了 這個貝應該是有點像豬貝這樣子 我們來吃吃看喔 我覺得這干貝還蠻不錯的 它是有點像 就是豬貝這樣 有些小小顆 或是那種 乾燥的干貝 然後把放進去 所以這裡面會有那個 這一個反而它的瘦肉部分特別多 然後再加上豬貝 所以我覺得它是算特別的 然後它麵皮是屬於白白的那種 雖然是 你吃得出它有點像老麵皮這樣 它是屬於白白有點像 饅頭這樣子的 而且它比較冷掉 對對對 不過它冷掉之後呢 還算是蠻Q的 所以麵皮還算是蠻好吃的 嗯 然後我喜歡它瘦的 因為我覺得它肥的可能 會稍微有點怕這樣子 我覺得一般人啊 對 嗯 這個是蓮子高麗菜 可以看得出來 高麗菜好像都是這種 菜包捏法不一樣 對對對 喔它這個料很多 裡面有很多蓮子 好漂亮喔 蠻漂亮的 我們剛扒開來的時候啊 一股肉桂味衝出來 對對對 但不確定裡面有沒有放 這還蠻好吃的 其實它的這個東西 其實還蠻有特色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吃它的豬肉包的話 瘦肉部分它的肉還蠻特別的 白白的這樣子 然後吃起來 還真的蠻好吃 而且肉夠有味 我覺得它這個菜包非常好吃 對 它麵皮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你這些多嘗試一下 這應該都還不錯 唷 那個蓮子滾出來 請把火被抵造了 這家叫做李昂 然後這是我每次來都會買的 好味 好啦我們來吃這個 Leon 呵呵 好來看這個Leon 我剛剛看價錢的時候有嚇到 因為它比以前更便宜 我想說怎麼可能 結果拿上車來細想一下 它的size比以前縮水非常多 因為我記得以前是比較方形的size 然後呢 我上次買已經是六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以前是這個兩倍大 然後是300多 但是這個是250 就是以前的一半而已這樣子 不過這個大小大家比較容易吃 然後它餐具會用這個包在裡面這樣子 裡面是這種方形的盤子 蠻特別蠻用心的 喔 還有這個切刀 來切 哇好漂亮喔 這工具很方便使用耶 對啊對啊 看起來就是 你把它切得蠻輕鬆的 好吃吃看有沒有以前的水準 或是有超越呢 吃 嗯這還是一樣超好吃的 對 我跟你講它的蛋糕已經很好吃了 然後 真的你吃到中間這個鹹的部分 哇 簡直人間美味真的 這個你買給長輩長輩都會超愛的 一定會一定 我們等一下給阿嬤吃吃看 好 阿嬤不知道好不好吃 嗯 阿嬤總之阿嬤就好吃 阿嬤一吃就知道 他說嗯裡面有孫嫩喔 對對對 我跟你講一定要買好好吃喔 這口味是筍心如意 就是有孫嫩這樣子 阿嬤說進裡面剛剛有加孫嫩喔 好阿我們現在稍微總結一下 路港其實我覺得非常好逛 可惜我們今天天氣有點熱 所以我建議如果像我們這個天氣的時候呢 就是傍晚來逛這樣 阿我覺得平日更好逛 因為人不會這麼多 然後今天我們很可惜的就是時間不是很夠 不然其實可以慢慢去好好品嘗一下我們要找 因為我們剛剛太低估自己的 太高估自己的腳程了 所以後來我們借了腳踏車 也也使人跑自己家 所以像我們剛剛吃的那個 麵線湖那附近阿其實有非常多好吃的 其實你們可以直接 呃開車阿開車阿 那附近的停車場會比較好 不然像我們剛剛是走了很遠 然後過去然後才借腳踏車 總之你來這個地方功課要做足 沒有做足的話呢 走起來的確會蠻累的 對我們一定會再來的 這裡真的是蠻多東西蠻厲害的 好啦那我們這幾天在玩的這些影片呢 就到這邊阿 好大家掰掰 哇女兒也是說超好吃的 她一直要吃這個鹹蛋糕 這當然真的是巨好用的 對大家的蛋糕都應該都要做成這個樣子才對阿